老建客邹锐邹化昌来到平安镇 正遇上大和尚一空在这发威撒野 虽然他还不知道事情的全部真相 但是从直言片语也料之一二 咱们说的邹化昌这一露面大伙的心刷放下 人的名树的影老童的能力在那逮着呢 六老周童大爷苗泽四爷安良安国义 过来见着老师简要的把经过跟他讲说了一下 哦 几位哥哥放心 有我呢 我呢 也不行 但分对付谁 要对付他吗 似乎着还有点把握 大伙听完了一笑 这老头在任何情况下忘不了诽谐 但人家的诽谐不像十千 可不过分 等迈不过来 还没等说话呢 十千过来了 嘿嘿嘿 老爷子 请上授晚辈一拜 请起请起 你是古上早十千呢 哦 听说过 听说过 没想到咱爷俩在这遇上了 要不怎么说咱爷俩投缘呢 您呢 是当之无愧的武林高手 我是后期之秀了不起的英雄 今天咱爷俩一见面 那 真是英雄 遇上好汉了 李奎一听 好像没吐了 心说天下不要脸的 他占第一了 哪有自吹自擂的 嘿嘿 少说两句吧 都恶心死了 待着你呢 有你什么 说着十千 假亲假尽 把邹化昌拉到旁边 老爷子 我跟您说点事 说吧 什么事 这大和尚叫伊空啊 有个戳汉 叫金筛罗汉怪达摩 您听见恨不恨 少林寺的四当家的 金梅罗汉 陆登云 陈忠长老 丑连瑞 冷连鸣 那都是他师兄啊 这家伙厉害得邪火 刚才我们打了半天了 都不是他的对手 就是我嘛 跟他打了个平手 老爷子 这露脸的事我交给您 是吗 那我还得领你的情啊 是啊 多攒露脸的事就交给您 谁让咱俩交情不错呢 但是 我把师弟要告诉您 打就得玩狠的 要不去的话 叫他倒咬一口 您可倒了不惊 嗯 你放心吧 小猴崽子 我心里的优体 闪退一旁 恩 小老头乐乐呵呵 来在伊空尽见 未曾说话 把脸一扬 小肚一舔 您就是少林寺的金筛罗汉 怪达摩 以空大和尚吗 弥陀佛 不错 正是贫僧 啊 我大师傅 方才我在房子上看热闹 虽然没有全看清 也料之以二 大和尚 你这个岁数 我这个年纪 咱可以说都年过半百了 也就是入土都半截了 是不是呢 我不是佛门弟子 我也不懂得佛门的规矩 但是呢 我听说了 出家人 慈悲为本 善念为怀呀 不管是少林 昆仑 当当当 和尚嘛 都是佛光普照啊 我说您呢 怎么跟他们不一样呢 您嘴里念着佛 办的这个事情 不是佛爷要求要做的事啊 你这不是贪恋 红尘 妄开杀戒吗 领着帮人来了 兴师动众 不依不饶 我看 观之不雅 违背了佛门的规矩 我一空啊 你要凭我良言相劝 算了 忍一忍 海阔天空啊 对不对呢 事情别忘一块挤兑 真挤兑的一块 思解不开了 就得见红 所谓的见红 那就要流血啊 要真闹的内部上 对你我都不好 尤其我邹化成 跟少林的门人弟子 有许多是朋友 我甚至少林 乃是全国第一家武林圣地啊 出了不少的贤僧和圣僧 我说您这一脚乎 岂不对少林有染呢 这事都在这摆着呢 谁也不必强词多理 你看 你口口声声 要救陆朗 这陆朗干哪些事 您最清楚不过呀 他无缘无故 火烧舟机带 连伤四十七条人命 老的小的都给杀了 上至老太太下至不懂事的孩子 难逃厄运 他这么做 是不是 他有点残忍了 俗话说 杀人藏命 欠债还钱啊 这道理大和尚 你太懂了吧 怎么 今儿个叫他祭灵 要杀他不应该吗 你看看你 不依不饶 非要把他救走不可 可大和尚 你就没点点分量 你能不能如愿 你能量再大 你能不能从狐嘴里 把肉掏出去 我想 不能吧 你要听我相劝 算了 你别管这档的事 赶紧转头回少林寺 那么一天云彩也就散了 大和尚要觉着 你有两下子 你不含糊 一孤行 我走话唱不才 陪你走几趟 你看好吗 到了那会儿 当场不让 不举手 不留情 不是你倒霉 就是我倒霉 倘若要是你倒霉 你这不卖一个 搭一个 我说这话 我说这话 您听懂了没有 你遇上些饭桶 饭桶自然不是你的对手 就把你给抬起来 你要遭遇着老僧 你就没有今天了 你算什么剑客呀 少在我面前胡言乱语 今天叫我救人 我也救 不叫救 我也救 我非达到墓地 是绝不罢休 你周话长 不服 你过来 贫声奉 嗨 好 哈哈哈哈 这就叫好良言难劝 该死的鬼呀 咱俩怎么个比会法 是比兵器呀 比掌法 两者你随便挑 自然比一事掌法 好 够个人 动家不事 不算光彩 今天我领教领教 大和尚的掌法如何 说话之间 一空 把掌中的金铃九连环 交给后面的徒弟 晃动双掌 大战邹化场 你看邹老僧客 说是说 笑是笑 真要一伸手 脑瓜一拨那眼珠的 跟下山的蒙目胡相似 这一高 一挫 四臂齐摇 就斗在一处 这一打 大伙和开了眼 十千一看 人家是真本事 大头剑客 挥蟹老人 邹瑞邹化昌 二臂齐摇 身心转动 坏似闪电一般 你看人家 伸手抬腿都有 独到之处 那显鼻子显眼 比那三楼 要高出一大截去 一空也不是说 不愧少林名僧 俩大粗 胖膊 轮起来 两只手 跟菩萨相似 掌声也挂着风 针拍一声 那就够呛了 两个人一眨眼 五十回合 未分胜负 看来这俩人 这个能耐 旗鼓相当 一半会儿 未必就能 建出高低 大伙在旁边 可着了机了 心说照这样 再打下去 没完没了啊 看看这天 一会儿要黑了 这怎么办呢 单说十千 十千鬼点的太多了 眼督一转 记上心头 心说 我得按住 老爷子一臂之力 怎么能帮个忙呢 哎 咬了 他转回身 来到玉麒麟 卢俊逸进前 咬了半点耳朵 你看怎么样 合适吗 这样子 有什么不合适 那你请示请示 我老师吧 十千 又来到周同进前 六老爷子一皱眉 行 不算咱们过分 你就这么办吧 哎 是嘞 十千领命 把小片刀拽出来了 一只来到庄子前头 到了铁掌踏山雄 陆郎进前 陆郎在这抄抄呢 老人家加油 快点把他赢了 快点救我 我实在受不了了 我实在受不了了 十千把小片刀一晃 行行行啊 你干什么 啊 你等着一空 打了圣仗救你 贪何容易啊 能把你救的走吗 你还想活吗 我都说了那话 该报未报 十可没到 十可一到 一切全报啊 你小子 今儿个该寿终正寝了 哎 今儿个我就是那个报道的 他那边打他们的 咱这头干咱点活 陆郎哎 你给死者 抵命吧 吃就一刀 这一刀 把钱凶足子 划了一条口子 那鞋扑就躺出来了 陆郎残叫一声 啊 通死我眼 吃又一刀 在胳膊上划了个大口子 紧接这十千 左一刀右一刀 砍了有四十来刀 但是哪一刀都不致命 都是把他这个皮划开 肉都翻翻着 叫他灵受罪 这陆郎就受不了了 大师父啊 老前辈 我可受了罪了 快些救我吧 十千下毒手了 一空和尚 正然全力以赴 会斗邹化唱 听见寒叫声音 用眼角的余光光看 一瞅见 坏了 坏了 看来我的目的达不到了 这可怎么办 想过去救陆郎 但是被邹化唱紧紧的缠住 难以分身 不去救 命保不住了 他有点精神恍惚 就有点溜泡 他就冲 他带来那八个和尚喊 混账东西 你们还站在看什么热闹 还不赶快去救陆郎 这八个和尚 如梦方叔 各拉家伙 望上一闯 过得去吗 过不去 被花和尚卢至深 黑拳风李奎 吴松 九尾规 曹松望 挨脚虎王英等人 拉家伙给挡住了 干什么 后退 动一动 要你们的命 小白元周铁亮 灰蟹童子 安腾娇 小英雄苗顺 等等众人 拉家伙也过来了 怎么的 打群杠 打群杠 怎么怎么的 吓得这八个和尚 倒退数步 没赶过去 吃尖呢 还下手呢 扶着一刀 挣扎到路郎肚子上 路郎又残叫一声 啊 痛死我爷呀 疼吗 不疼 你杀别人的时候 你想到这手没有 要疼没关系 我给你上点药 来人呐 到厨房抓把咸盐 活捡都行 啊 光伤口里的塞咸盐 这玩意谁受得了 当然 十千是那么渣乎 并没那么做 后来啊 十千一看也差不多了 别让他灵受罪漏 双手捧刀 对准他的心窝 咔嚓就立得到 这十千可够狠的 这下扎了个大铺堂 铁挡踏山雄 这回也不是雄了 残叫一声 再也不动他了 十千还不解恨 坑坑的又是几刀 啊 完了 完了 好啊 这回 你可安了心了 小子 把你脑袋瓜捕了下来 都 回手又一刀 咕噜 人头落地 大伙都结恨 这恶人死了 大伙就痛快 正所谓是大快人心 六老爷子 在灵堂有烧的纸 哭了几伤 算给亲人报了仇了 大人说大和尚一哭 这玩命呢 玩命为什么 为救人 不但没救了人 把脑瓜 还救掉了 和尚看得清醒的 哎呦 雷声 路了 你死的惨啊 贫生没救了你 我知罪 您说打这仗呢 他想这些事能行吗 况且他的对手是大头剑客 挥蟹老人邹化昌 那是强敌啊 他精神一溜浩 他这一叫唤 坏了 正好让邹化昌钻了空子 这一掌 正抽到他后背上 哭球 趴那儿 趴那儿就起不来了 大口喷血 那八个和尚一头 师父 哎呀师父 弥陀佛 弥陀佛师父 各位英雄 哥拉刀剑往上一闯 先把他们解决了 邹化昌一汗 妈 妈 别别别 千万不要把他们都杀了 不能做绝乎事 卢俊逸也同意 现在把和尚打成这样 路郎也死了 也就够敲的了 好半天 一空和尚才明白过来 往外吐着血沫子 哎呀 邹化昌啊 你赶紧给我来个痛快 来吧 是杀 是刮 你们随便 邹老建客一笑 一空啊 这可是你自己找的 我怎么能要你的命呢 这就叫点到为止啊 大和尚 既然你保住命了 你算捡个便宜 逃命去吧 你们几个听的 你们是他徒弟吗 正是正是 你们轮流背着他 背回少林寺 把经过如实的讲讲啊 让路灯云 冷连鸣 愁连锐 也值得值得 逃兵去吧 是是是是 这八名和尚 又抹眼泪 又甩大鼻涕 轮流着背着一空 回转 回转少林寺 十天一看 你皱眉 我老爷了 您怎么把他饶了 您别忘了 纵虎归山 必要伤人啊 十天啊 那你说我得怎么办 都杀了 问题就能解决吗 少林寺的人 是杀不绝的 事情肯定 远远没有结束 放着他的歌是咱的 兵来将党 水来吐吞 这也就是了 人都放了 也只好如此吧 书中代言 十天说的一点都不假 能完得了吗 那一空被抬回少林寺 见着金梅罗汉 陆登云三位老当家的 能说好话吗 要不经过一说 那三位能完吗 所以说到了后文书 才有一段神舟利类 双方打了个麻养人三 有一段书叫 真假诗签大闹神舟类 那是后话咱展窃先不提 大和尚走了 什么事也没有了 陆朗也死了 陆朗也死了 仇也算报了 结巴欢喜 人死不结仇 把陆朗的尸体 毛袋 买口关锅 装起来 到野地给埋了 血迹打扫干净 灵堂撤掉 六老爷的周光祖 总算尝出一口气 是到了今天 把仇也算报了 那么下一步怎么办呢 梁山的人自然回梁山 因为水不梁山的事太多太多了 不能牵扯精力 河北玉其林 卢俊逸 带着石千儿众人 要返回梁山 挥谢童子安腾交易 看连了嘴了 我爷爷 我假扮呢 我得跟着我老西啊 对 你提这个茬了 哎 石千儿啊 既然你收我孙子为徒弟 咱得举行个仪式 是啊 那这太着急了 只是嘴头是这么一说 尚未举行仪式 那可不行 应当名正言顺 叫大家都知道 趁大伙都在 利用这个机会 举行拜师仪式吧 和在拜师仪式上 小白元周天亮提出来了 回爷爷 我也想拜我石头书为师 苗顺也提出来了 我也想拜为师 这十天乐的 怎么呀 拜我为师的人 大有人在 好嘞 来者不拒 我全收下了 这个拜师仪式是相当隆重啊 十天往正中央一坐 三个小孩 熟识的干净利落 分乡再拜 口称老恩师 大伙一看是 皆大欢喜 大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大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大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